命运给这个来自眉山人寿的女孩开了个玩笑,她在高考前学校组织的体检中,被怀疑为鸡胎瘤,后却整为家族性多发消化到膝肉,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,会引发纤维瘤、骨瘤、皮脂腺动性肿瘤等多种疾病,面对命运的捉弄,高洁坦然面对,从容接受了手术,术后坚持在病床上复习,按时参加了高考。 此次高考,她收获了满意的成绩,608分理科,提检查出肿瘤后坚持参加高考,说到女儿的情况,刘永静强忍住泪水,她说,今年3月18月下午,女儿所在的人寿华强中学组织学生体检,当时,医生怀疑高洁有疾胎流,接到班主任电话时,刘永静正在成都青阳区一餐厅工作, 得知女儿的情况后,她立即坐车赶回人寿,4月11日,医生顺利为高洁完成了右侧胸腔站位切出手术,切出的肿瘤约20多厘米。 然而,在此次数千检查中,医生又发现,高洁的左侧腰背部也有肿瘤,约十多厘米。 做了胸腔站位切出手术后,高洁一直在住院,5月10日才回到学校复习,没多久就参加了高考,志愿选田儿科专业高考成绩608分。 高洁说,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学医,和这次生病没有关系,她想做儿科方面的医生,对于儿科医生工作的辛苦,高洁并不在意,她只想在于生做有价值的事。 病情不容乐观肿瘤复发可能性大,将主任介绍,经过确诊,高洁化的是家族性多发酵化到膝肉,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,会引发纤维瘤、骨瘤、皮质线恶性肿瘤等多种疾病。 高洁的病情不容乐观。 现场专家表示,对于她左侧腰背部的站位,恶性可能性较大,接触站位的手术难度也比较大。 这种罕见遗传病,治愈希望不大,通过手术延缓或阻止病人癌变的可能,手术后,肿瘤复发可能性很大。 这种疾病,病人40岁癌变的可能性为80%,50岁癌变的可能性为100%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